在这个单中我们要讲的是所谓的侧边栏搜寻方式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一般正常的搜寻方式,很多人习惯都这样 不管你今天要查什么,我会把那些字框起来 比如说我觉得我李国底这个字要框起来 那你要注意到你能不能框,这不能框,这都超廉洁 那我们可以把别的地方看见没有,这都超廉洁 它是无法框的,那我故意把它点进来 点进来后我来去找一下,比如说我找的是跟李国底有关的 那这时候或者跟台湾造船有关的,我就跟他这样框起来后按滑鼠的右键 这边会有一个叫网路中搜寻台湾造船 这是说我开一个新的分页就是说你标签 他会自动把搜寻的结果显示在里面 显示在里面,但是这样的方式呢会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说 每做一个动作以后呢,他会变成开一个分页 每搜寻室就开一个分页,然后越开越多 越开越多,因为点一下有没有,又开一个 所以,万一假如我不希望这样子浪费系统资源的话呢 我基本上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一样,这是EDGE的 EDGE里面的一个新的功能就是按滑鼠右键 选在侧边栏中搜寻台湾造船这个 或者你按Ctrl Shoot E 这个在右边就会出现,跟刚刚搜寻状况一模一样的 可以让你看得到的那个搜寻页面,但是他会比较窄 你不要想去说我要不要调整一下,这是不能调的 他是固定的,但是呢,你万一加点他呢 他会基本上会干嘛,不会再开新页 他就在里面一直在里面,让你看得到,让你看得到 不会一直开所谓的新的页面,那方便我们干嘛 一边看一边怎么样,直接对照,对照